新城北浦村是全鄉最熱鬧的聚落 然而市中心的北浦路 路面老舊破損 又將近20年沒有全斷來刨鋪了 新城鄉公所爭取到中央金貝 獲得園民會補助1900多萬元 趕在農曆年節前重鋪完成2公里的薄油路面 6號上午落成啟用了 園民會主委一將拔洛爾也到場祝賀 花蓮縣新城鄉北浦路位居新城鄉行政中心 每天估計約有6、7千人在這出路通勤 近20年前該路段辦理電線桿地下化工程曾經重鋪 厚英修繕經費龐大多年來沒有再鋪過 不少村民反映路面均烈不平整 於是新城鄉公所透過原住民族部落特色道路改善計畫 爭取經費或核定補助新台幣1919萬餘元 加上地方配合款213萬元 在1月25日開工 趕在農曆年前1月31日重鋪完成 嚴明會用特色道路的經費大概補助1900多萬 那還有一部分是大概是兩三百萬是公所自己 找配合款來一起把它完成 我想只要新城鄉公所 他們認為哪些跟嚴明部落有關的這些道路 有需要修喪的部分 我們都會盡可能在我們的預算的額度裡面來做一些補助 我想不僅僅是道路的這個修喪 我們包括對於長者的照顧文化健康站 還有過去我們也同時把新城鄉的這個聚會所完成了 北埔第二期的這個聚會所跟我們的這個順安的聚會所 也都在過去這兩三年都把它完成 那未來我們會持續跟公所一起來打造新城鄉 未來的這個建設的需求 圓明會主委宜將拔魯爾表示 圓明會從105年到現在 以補助新城鄉設立三處文件站 兩處部落聚會所 補助金額超過1億元 只要相公所提案爭取一定會盡全力協助 新城鄉獲得這樣的補助 20年沒有修喪的一條道路 可以說今天在年前來給它完工 不只我們部落的主張非常的感謝 圓明會是中央政府加來給我們協助 讓他們過個快樂平坦的一個道路的一個年 尤其這條道路可以說是貫通三四個部落 而且在這條道路也是一個商店街 今天道路來給它鋪設完成之後 不只大家在行有個安全 而且大家對於地方的效力也受到這樣子的一個肯定 我們表示非常的感謝我們主委 謝謝中央政府 謝謝 包含國軍花蓮總醫院 新城商衛生所 新城國中等 都在這條北埔路上 是村內復興 北埔及東方羅馬三個部落主要聯絡道路 道路總長2050公尺 寬度15公尺 六日上午熱鬧減彩 期盼讓鄉民及百鄉遊子和遊客有更好的生活品質 接著蔣邦彥行程商報導 這條道 大街上的西藤都在 都沒有道理 我們可以説一下 緣 剪開 去年輕人的